由天井、过洞、壁堪、涌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的墓葬结构,说明墓主的身份应属于飞瓶。考古人员介绍,墓葬已经遭到大范围有组织的破坏,甚至可能是官方毁墓行为。 毁墓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,由于毁墓,墓葬内没有发现棺果的痕迹,也没有文物出土。 但在墓室永道内,考古人员发现了刻有大唐顾昭荣上官市民字样的墓志,志文凯书近一千字,记载上官昭荣,也就是上官瓦儿的世系、生平、享年、藏地等信息。 专家介绍,此次上官瓦儿的墓葬和墓志被发现,将会对唐代历史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。